8月3日号,某自媒体突然爆出了北京著名导演张继忠的亲子樊鲜曼偷偷出轨,南方系干儿子萧綦。 萧綦发布后,立即引发网友强烈关注。 随后,樊鲜曼临时召开简短的记者会,并再次向媒体说明了自己与张继忠的婚姻状况,称已和张继忠分居长达十年。 多年来,面对丈夫出轨,自己一直默默忍受从来没有想过离婚,并称自己和萧綦是清白的。 萧綦本人以现场否认了此事。 樊鲜曼现场公布了张继忠的三岁私生子照片,并爆料出,张继忠拍片二十年来,片酬、股票、外加海外产业至少有三亿财产。 樊鲜曼在现场透露,张继忠提出离婚前耍了一个阴谋,他偷偷转移了两人夫妻共同财产。 樊鲜曼表示,张继忠不愿意离婚,采取诉讼方式并拿公司要挟他,甚至两次抢过自己电脑里的东西。 最近一次自己还报过警,樊鲜曼称会选择法律诉讼到法院去告他,并且已经聘请了律师通过法律,要回作为妻子合法的一半财产1.5亿。 随后,张继忠的好友回应此事声称,记者朋友们,有关张继忠和樊鲜曼离婚的事,事情很复杂,其实双方都有错,希望媒体客观真实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